大家好,我是白栗董 那我們現在在台中的新時代附近 那麼我們上次有帶大家去看一間樂器行 需要多少錢 然後呢,有一些觀眾朋友就覺得說 哇,拍一間樂器行隨隨便便都要一百多萬 好像不容易啊 但是啊,像我們有在彈吉他 然後玩音樂的朋友啊 應該都會想說 可以把自己的興趣跟工作做結合 但樂器行又太難了 那麼如果當一個全職的音樂老師呢 當音樂老師的收入能不能夠養活自己 一個月能賺多少錢 是不是也有我們不為人知的乾苦彈什麼的 好不好 那今天呢,就帶大家去訪問一位 我覺得非常認真做教學的音樂老師 那我們一起出發吧,GO! 好,那我們來到了光點音樂影像工作室 然後歡迎長恩大大 哈囉 長恩呢,我們都叫他長恩大大 那他其實是我很多時候在教音樂啊 教吉他很多老師裡面 我覺得他是非常的認真 所以我今天就來訪問他 跟他來聊一聊 如果當一個專職的音樂老師 可以賺多少錢啊 然後會不會有什麼一些比較辛苦的地方 那我想問一下長恩 就是說,我知道你教樂器蠻多年的 可是我想問一下 你大概有幾年的教學經驗 教學 教學 我教第一個學生 差不多從19歲的時候開始 其實還算蠻早 開始做這件事情 前前後後再扣掉當兵的時間 大概有差不多10年 10年 就幾乎就是當完兵就一直同事 樂器教學這樣子 對,我就是無縫接軌 就是離職 然後立馬就業這個狀態 因為我之前當過5年的職業軍人 然後就是從 退役之後就回到這個工作這樣 你有當職業軍人 對對對 那我想問你 你當初是什麼樣的情況下 會來學習這些樂器 學器最主要的因緣其實是 因為我從小在教會長大 那教會是一個充滿音樂的地方 小時候可能那種參加過什麼唱詩班啊 到後來就是樂團音樂這些東西 他進入教會 那所以教會就會去購買一些樂器 那時候還小 然後就比較有機會接觸到這些東西 就是因為教會會有一些什麼敬拜啊 詩琴啊 之類的東西吧 對,甚至是包含打鼓 樂團你想得到的這些東西 就是現在在教會音樂當中也是 經常被使用到的 那我想問一下就是 我知道常恩老師其實你 除了會彈吉他 會彈電吉他 然後也會打鼓嘛 那主要就是有在教哪些樂器 最主要教的 其實還是比較常用的那些 像是木吉他 就是客群最大 還有電吉他跟爵士鼓 這個是比較主要的 其他還有像是之前 比較風型的 像烏克莉莉啊 那個也有教這樣 那我想問一下 你當初是什麼樣的機緣 讓你做這個樂器教學的老師這樣子 其實最開始從來沒有想過什麼 要當樂器老師這種事情 以前會練樂器 純粹是因為就是覺得很喜歡 覺得就是說樂器是一個 表達情緒的工具 因為像我們這種人不善言辭 所以就是 樂器可以幫助我們表達內心的情感 好好好 被迫學習一些專業技能 那個時候就有認識一些前輩老師 幾位敬重的前輩老師 就是帶我進入教室 然後算是幫我介紹啦 然後就開始 慢慢開始接學生這樣 好那我想問一下長門大大 因為我知道 你有在青年中學那邊教學嗎 對 那還會在哪些地方去教這樣 我服務過的單位其實還算蠻廣泛的 像是剛剛提到學校嘛 音樂科啊 然後還有大家很熟知就是學校社團啊 你也帶社團 對社團老師 之前是當下現在沒有 之前有帶社團 然後音樂教室嘛 這個大家最熟知 好然後還有像家教啊 或者是外面有一些那種什麼 例如說長青班啊 社區學院啊 甚至我也遇過那種就是說 它可能是一間公司 內部辦了一個為了讓員工 你知道 交流 舒緩情緒之類的 然後就開班 他們搞不好不喜歡音樂 對這種也有過 然後或者是說像那種 加音英語啊 那種暑假之類的 開一個小班 給小朋友學樂器之類的 都有 其實蠻多的 那我們要來問今天的 比較偏主軸的地方了 就是我們想問一下 當一個吉他老師或音樂老師 像您這樣有教很多樂器嗎 想問一下你這樣子一個月的收入 大概是多少錢 平均 平均 然後給大家想投入這行的一個參考 這樣子 我目前的均值概略是在 四到六萬 然後 狀況好的時候可能再多一些些 狀況好就是可能 就這個過去就接著 工作就都連著這樣子 所以有時候會斷就對了 嗯 總會遇到有停課 或者是說 某些情況 或是寒暑假啊 出國啊 或是 像學校嘛 學校寒暑假就會有 就斷層了 就有休息的時間 對 那像最近我們那個 情況中病毒疫情影響 會對你這個工作有影響嗎 還是有 因為還是會有 例如說那種可能 比較長輩啊 那一類的班 他們就會比較有顧慮嘛 那個可能就會有暫停一段時間 比較年輕的學生可能就還好 不會差到太多 而且因為那個並不是大班上課 他大部分就是一對一 相對比較沒有群聚的問題啦 就還好 那我想問一下就是 大家應該聽到四到六萬 剛出社會來講 好像還蠻多的 但其實我們長恩大大 要交有十年了啦 像我們當音樂老師 你的工時大概是多少 才會有這樣的收入 工時其實蠻高的 中部好的 中部差不多的收費的水準的話 一個月如果 如果你可以正常的 有二十幾個學生上課 就大概可以維持生活 可能如果你交到有三十個學生 大概就是水平就會再提高一些些 到有四十個學生的時候 你自己本人的生活品質下降 有點變成是這樣子 它是一個拉扯啦 不好意思 就是你剛剛說四到六萬 那大概是有幾個學生嗎 目前的課量概略在 四十出頭左右 一個禮拜要上四十節 四十節課左右 四十個小時 對四十個小時左右 還有很多其他的成本 你的交通時間 損耗什麼這些東西 其實都要算 那也是要備課的 備課啊 還有像有時候 某些必要的情況 我們要抓歌要寫譜啊 或者是說 要去聽音樂 甚至自己要進修 這些都是應該被列在 我們的工作的一個時數裡面 對 其實四到六萬 大家看起來好像蠻多的 但是其實因為我之前 就是有認識長恩大大 其實他有時候忙到 都沒有什麼吃飯時間 可能有二十分鐘 就買一盤水果 或一個便當 就快速的把它嗑掉了 有時候就會這樣 做我們這行肠胃不好的人 超級多 對要照顧身體 要照顧身體 那我想說那這個工作 它有沒有給你帶來 什麼樣的成就感 之類的 這個就蠻多東西可以講 但我覺得比較重要的一件事情 是我覺得我們在做的工作 其實我們也算是 半個以上的教育工作者 那我們有一個責任跟義務 把這個環境變得更好 因為其實是讓大家的距離 更接近的一個工具 對我來說是如此 因為它對我自己的影響 也是這樣子 所謂的成就 其實有時候不一定是 學生要超級厲害 他要彈得超級好 或者是說什麼 對我來說我覺得不一定是這樣 而是你可以看到就是說 音樂這個東西 讓它的 小的話可能是心態 大的話可能甚至是 對它的人生 對它的很多的態度 都有一些轉變 當我們就是說 看到這些情況的時候 我們會覺得 自己在做的工作 不僅是在賺錢而已 它是有一個價值存在的 對 所以最大成就感 就是看著學生 慢慢的也在成長 讓他們能夠跟我們一樣 可以體會到 音樂帶給他們真的很多東西 對 那我想問你在做這一行 有沒有讓你有一些比較 印象深刻的事情 有 還蠻多的局 比較代表性的 就是 我從事這份工作以來的 第一個學生 他在去年年底結婚了 然後我去參加他的婚宴 他那時候來上課的時候才國二 對 就是見證那個 時間的推移 這樣有點可怕 但是也蠻欣慰的啦 就是其實我覺得這個在音樂上面 大家有所交流之外 其實有時候還有一些人跟人的關係 情感 或者是大家各自的人生的故事 分享這些東西 對我覺得也都蠻不錯 然後第二個就是 在以前 我有點忘記幾年前了 就好一陣子 就我曾經有去過 自閉症教育協進會 那邊服務過 就也是教課 那麼去看到那邊 那邊有一些其他的老師嘛 他們教一些其他的東西 然後去那邊我覺得 我覺得對我自己來說也是一個學習 你去看到要怎麼樣去跟 比較特殊的孩子們相處 他們其實也沒有跟一般人那麼不一樣 你好好的去跟他們溝通 去跟他們交流 其實你也會發現自己也會得到很多 我覺得去那邊的那一段時間裡面 對我來說也是一個蠻大的成長 對 我算是樂於接受一些 這種比較不同的CAS的挑戰這樣 那最後就是來想問 場跟大大有沒有想要跟著 有在學吉他的 因為我們頻道是比較多 是玩吉他的朋友 有沒有想給這些 未來可能也想當吉他音樂老師的一些建議這樣子 我覺得現在就是有一個風氣就是說 好像你一定要超級無敵厲害 彈得超級無敵好 然後才可以當老師 我覺得彈得好應該是一個基本的門檻 不是一個最高標準 就是說你如果彈得沒有到超級無敵精準 幹嘛幹嘛出來可能就被打炮轟啊 彈這樣也出來教課或是說幹嘛 其實我覺得要當一個老師 你還有非常非常多的東西 需要去進步需要去學習 對我覺得保持一個學習的心是很重要的 因為我們其實只要是當老師的人 大家應該多半都會說 他其實還是一直都待在學習的路上 他不會就是說 喔好我就已經到這邊了 我已經老師了 或許二三十幾年前有可能是這樣吧 但是現在時代已經比較不是這樣子的 就我們大家也是持續不管在教課啊 不管在各種的CAS當中 我們也是持續在學習 我覺得保持一個願意進取的心 這件事很重要 我覺得這是第一件事 然後第二件事就是 也蠻需要耐心 耐心不一定是指說什麼學生很機車啊 幹嘛幹嘛不一定是這樣 有的時候你會需要很多的溝通 溝通可能是不管是對教室 對教室你要跟教室溝通 然後要跟家長跟學生本身 或者是例如說跟你接洽的單位 我們這些東西其實要有一個有效的溝通 這些事情都是很重要的 我覺得在人跟人關係的部分 因為我們畢竟做的工作就是 我們就是要跟人要相處要接觸 他也是需要有很多注意的地方 然後還有一件事情就是 你要忍受從第一個學生 到第二十個學生這段時間 這段時間很痛苦 這段時間很痛苦 你會看到你一個月的收入 一開始可能就是一千多塊 一千多塊 你教一個學生的時候 如果樂器行 你去樂器行教課 對樂器行還有樂器行他們的乘數 教室這些 你會看到你可能要很長一段時間 甚至什麼22K這種數字都 都不會出現在你的單子上面 甚至有可能會這樣 你要忍受從一千多塊 慢慢累積到22K的漫長路途 好啦那今天的影片呢 那就大概到這邊 我們也很感謝長恩老師 長恩大大可以來跟我們分享一些 告訴我們說做這一行 可能有多少收入 也有一些我們看不到的辛苦 像他後面說的 你要慢慢的忍受 沒有學生的時候的那一段收入 如果是住在台中中區東區附近的 要來學爵士鼓 電吉他或木吉他 然後都可以來找我們長恩老師 那我們有認識 然後我可以跟大家講 他其實是一個非常認真的人 然後他在教學也很認真 他對音樂態度也是非常認真 所以如果野剛老師想要學習的話 那也可以找我們的長恩大大 好那今天影片就到這邊 那如果喜歡我們的影片 請麻煩幫我們按讚訂閱加上分享 我是白董 我是長恩 我們下支影片見 掰掰 在微誘的時候 我們又拿到一家